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手把玩的 是我个人感觉今年相当另类的一款成品模型 就是前几天刚补款的 Robot魂幻影高达 这款机体也是出自长谷川玉依老师的海盗系列漫画 海盗高达Ghost 像是头几年我们做过那款出自铜片的 Robot魂海盗高达X0 当时还中奖了 后要是缺了一块分件 而今天这款幻影高达 作为海盗系列作品的机体而言 是采取了和海盗高达完全不同的机车思路 无论是机体的配色 还是机体的特性 以及变相理念 都很有看点 而且既NX推出之后 正比例的登场 就算是各位看热闹也好 也值得围观一下 那么我们闲话少叙 朋友们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欢迎来到本次有态度的模案分享 评头论足 那么长姆芳老师的海盗系列漫画 其实已经伴随我们很多年了 看海盗 你不看漫画你还能看什么 我一直认为海盗系列的情节 属于高达系列里面相对主题严肃的 而且有很多战斗也都很惨烈 但是长姆川老师的画风 总是会让我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 紫共香 而到了今天这台幻影高达 具现化为正比例模型之后 全身各处都采取了饱和度 极高的绿色成型色来实现的 是很绿 是非常绿的 加上机设本身采取了不少红色的散热结构 红色和绿色一搭配起来 绝对第一时间就给人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 让人感觉卡通风格是非常浓郁的 甚至会带来隐约的超级细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第一印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 而另外 这几年阿魂的边角细节肉的情况 已经是并不多见了 今天这款幻影的一些外甲细节 甚至会让人感觉非常凌厉 但是作为标准的阿魂系列 这绿色外甲部分以成型色为主 即便个别红色散热结构 你可以看到一点兴兴点点的金属色效果 但是还是难逃上手以后太过塑料的常见质感 而且采取漫画中的圆润风格 自然光的条件下 我个人感觉看起来并不算特别讨喜 但是有一些硬件指标 让人上手以后却又感觉还挺不错的 比如说分布在全身的散热口结构 都是采取了分件分色 所以结构表现绝对清晰 而且不会出现涂装问题 尤其是在裙甲部分 红白绿三处分件 嵌套叠加实现的当前分色 稍待着内衬细节也有了 感觉还是挺好的 而另外在刀套侧裙甲的部分 我以为白色也是分件 但实际上是采取了涂装分色 那么边界这么清楚和利索 我真的感觉不是我认识的万代 连出现的缝隙和水口也显然没有以前碍眼了 所以说论这台R魂的硬件指标 其实表现并不差 但毕竟标价也是来到了1万日元 虽然说称之为幻影高达 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讲 并不算是高达 看起来很像 但是在细节也有一些区别高达常规设定的部分 在头部并没有高达上经常看到的微星天线 而且就算是头罐尺寸被制作的很大 但是咱们其实看不到常规的监视器配置 我印象里面 这个监视器其实是在眼睛后方隐藏着 但是当前看起来确实是一个高达脸 在眼睛部分带有金属色涂装 同时也有红色的下巴 包括海盗高达F91系上经常出现的开脸缝隙 咱们都可以看到 那么作为R魂的细节来讲其实也是挺好的 而关于幻影高达的开脸 后面我们会说 在脖子部分采取了两段式结构 下端是独立的轴型关节 上端是一个常见的球型关节配置 在幻影高达的胸部设计很有意思 虽然尺寸不小 胸前也带有一个小骷髅 但是相比头几天我们看到过海盗差一改改的那个 这个确实太迷你了 更像是一个标志作用 而腰部可动的提供 因为变形结构对半体的设计 在腰部是没有侧排关节的 我们能够实现的是腰部的旋转 或者是挺胸动作 挺胸的幅度挺大的 不过可以看到一定的穿帮 而胸口下端的装甲 考虑到后面的变形形态 是配置了一个可动结构 但是就算你掀起来了 就会发现 貌似下端是有干涉 但实际上 弯腰的动作就是到此为止了 不过装甲顶部的双段关节 对于这个结构的平时收纳表现还是挺好的 肩脚方面带有双段式的关节配置 那么配合上引出关节进行让位 就能实现相当不错的前身动作 而肩部采取了球形关节配置 平台限制在了90度 垂直旋转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在手臂方面 在上段和下段都带有水平旋转结构 动作的灵活度是更好的 那么三段式的取手结构 幅度表现也很不错 在模型内部除了提供了握持武器的手型 以及开挡手型 加上默认拳头手型之外 还带有一对专门的爱立场的释放造型手 特效件尺寸不小 是不是有些奇异博士那味儿了 前裙甲后裙甲根部都是独立的球形关节 带有可动幅度 侧裙甲多了一段关节 作为刀鞘的职能 平时配合上取刀动作 还是多少有点实际作用的 而胯部关节和一般的二魂设计差不多 胯部支持大范围的前提动作 后体角度也能达成90度 虽然说是球形关节 侧体角度也能达成90度 大腿顶部带有水平旋转 屈膝角度超过150度 脚踝装甲多立可动 脚掌可以大范围的旋转 而排起幅度相对一般 但是脚掌带有分段式可动 用于变形 综合可动素质表现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本身幻影高达是带有变形机设的 而且今天这款二魂也有还原 难以程度流程先不提 兼顾变形条件下还能完成今天的可动表现 是完全得益于幻影的变形机设 变形机构完全不涉及四肢的可动结构 而装备方面 背部带有一个大尺寸的背包设计 因为也带有类似光一的样式 然后再配合上这次的胸部角度 有的时候会想起VR高达来 下方带有FGLC的喷口造型 内部并没有分色处理 两侧则是造型很尖锐 但是尺寸并不怎么大的推进器 推进器根部利用球形关节 可以实现各个角度的可动 而且在下端装甲也带有一点点的可动 而武器方面 在侧裙甲的内部 是隐藏收纳了一对研刃剑 说是剑 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把匕首 收纳在这么长的裙甲里也是委屈你了 但是这个短剑还不至于这么简单 在刀刃部分可以安装上特效件 这外观一下就从匕首变成了标准的长路了 样子还是挺扎裂的 比一般的光束军刀造型拉分很多 而这款幻影高达的最后一个武器 就是蝴蝶刻形B形 常规形态就是这个步枪模式 我们直接调整枪柄角度 就可以作为步枪在手上握持了 全部都是成型色处理 外观造型感觉一般般 并不是很好看 而第二种光束刀的形态 我们需要拆除掉前端的枪管 然后反向安置到下端固定 接着再折叠的中段 安装上大尺寸的光束军刀特效件就可以了 而幻影高达只有一把 而至于幻影高达所使用过的村镇框刀 和雀屏碎机弩混合设计的孔雀 在这款幻影上也是并未出现 5G方面确实会显得比较少 当然了作为幻影高达 肯定还是把幻影之光和圣奇龙鸟形态作为主要卖点 咱们先来看一下幻影之光的形态 之前我们看到头部有一个开脸缝隙 如果想真的实现头部二阶段强制开脸的散热形态 在模型内部是直接给出了替换头 脸部的缝隙已经是完全展开了 并且还带有金色的涂装处理 而且可以看到眼睛还被遮挡了一点 细节表现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替换坚持器位置的分件 这样的话幻影高达就算是有天线了 而胸口部分的插型白色分件 我们也是直接进行替换 肩甲部分替换顶部装甲分件 手腕部分的装甲顶部 我们也是替换分件 裙甲边角位式的白色分件替换上集成了特效的分件 膝盖顶部替换上分件 小腿后方的喷口 我们是直接加装特效件 在两个侧大尺寸刀销裙甲的内侧 我们对应凹槽 加装上大尺寸的光束特效件 最后背包部分的特效件 我们替换安装就可以了 能看到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替换原本分件 因此固定效果其实还是相对可靠 至此 幻影高达的幻影之光形态也已经完成了 有了特效件加成之后 这一身饱和度极高的外甲 也显得不是那么刺眼了 感觉还挺帅气的 另外强调幻影之光的D19度 模型里面还专门给出了一个 弹射出冷却机蛋壳的特效件 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我回忆了一下头几年类似风格的模型 要提的肯定就是燃炎高达系列了 毕竟都是身上假装火苗的类型 只不过那边可惜的就是 今天这款幻影高达的特效件 对于紫光灯的灯效反应 是十分的微弱 这一点真的很可惜 当前的外观效果 各位愿意给十分满分的几分呢 除了幻影之光的形态之外 本款幻影高达还只是用于巡航的 圣奇楼鸟形态 在漫画中幻影高达初期 并不能实现变形 躯干之间有关节锁进行限制 然后自己用刀插到自己身体里面 解锁这种操作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而今天大耳魂相比万化 这个变形思路也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朗了 体验是意外挺好的 我们先拆除前裙甲 然后在屁股位置固定装甲也需要去除 接着上台背包解锁上半身的固定 这个模块我们掀起到身后就可以了 接着大腿劈叉进行解锁 你会发现躯干中轴位置 是直接分割成了两个区域 向上掌插起的同时会正好填充到原本位移走的上半身空间 光是这一个动作 再高达机的变形就算是很特殊的了吧 调整好位置以后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额外的固定分件 保证完成以后的整体性 然后在脖子位置凸起了卡榫 我们插到上面就已经很安全了 接着我们旋转背包 利用双肋关节再和原本的躯干来进行结合 固定好以后手臂旋转直接盖脸上 接着手腕部分的护甲能够进行直接位移 遮住拳头 而同时之前复合关节的肩甲也能够对手臂进行遮盖 然后在侧裙甲上台来充当机 脚掌利用多顿关节实现飞行状态 接着我们掀起之前看到过的胸口装甲 把拆起下来的裙甲安装到上面 后裙甲重新摆放一下位置 最后调整一下推行器的朝向角度 那么肾起头鸟形态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步骤在里面 而且整个过程即便是小尺寸 操作起来也是清晰流畅 没有出现任何一点充足之后的问题 那么最后形成的巡航作用的小飞机 这个样子我感觉还行吧 只要不是一帕变形的 都值得夹奖 而且也基本上是按照原机设还原的 对于高达变形来讲 确实也算是挺好的 而对于当前的圣西楼鸟形态 也只是小飞机上加装幻影之光的特效价 小飞机装完之后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幻影战机 或者幽灵战机之类了 今天我们是上手了这款R魂的幻影高达 我感觉起初这个绿色外甲 红色散热口的塑料配色 可能真的会劝退一部分玩家 可能有很多玩家都在等幻色的幽灵高达 但是如果以相似结构的设计出发 那首先外观方面 采取了大量分件神色去还原设定 结构表现是更加清晰的 而其次幻影之光的形态靠大量的条件加持 外观方面真的是很高调并且很炫酷 而另外 变形机构区别于常规的高达模型 加上本身R魂的成品结构 这个体验真的是高于预期了 而且就算不去变形 本身幻影高达的可动水准 也是达到了合格水平 除此以外 要说不足的话 就是手部选配的武器 真的是比较少 我真的很想要一把孔雀 而另外 作为魂限定的成品模型 一万日元 到手价格是700多块 不是卡魂 不是铁魂 而是R魂 可以说性价比真的不怎么高 好了 本期咱们说到这了 大家不要忘了给视频多多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